这个是我们楼家的胶子 你看 胶子上面还有咖喱粉 这个是我的摩托车 家里不是有新的摩托车了吗 那没有人用这个 那一直放在里面 要处理要卖出去 也没有人要 因为他没有怎么文件呢 他们说没有找不到 然后今天我就 给他洗干净 就发现了 这个是我的摩托车的 我买的 然后再放在里面 这是车的里面 但是这个不是文件 这个是发票 又发票了 代表是我的名字 能看得到是我的名字 然后 这是我卖的多少钱 57000 然后又有一些乱七八的东西 然后这一公司花了五万四千零九十块 路比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一千块的 那是大概五万六吧 五万六 以后我准备这个 我在老家的时候我去 这平平跟好多人他们说是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印度特色的哪个美食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现在印度特别过的一个羊肉菜 羊肉的做法吧 这样说的比较对 就是泥土的这个锅里面做羊肉 这我们比哈有一个地方叫蒋巴人 蒋巴人特色的做法 刚才呢是后面的那个白子的锅里面有羊肉 然后跟洋葱 还有一些调料一起放的 刚刚加了那个热的油 不是热的油里面放 那个热的油放在羊肉上面 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些调料 这是大的 长的 不是没有过的 这是每个锅里面都放一点点 现在特别贵 还有那是贵 不便宜一点都不便宜 就是一般的人他们都会吃的 因为太贵了 然后现在就放就 就就就就就那些就是大的 那个调料 然后又放多种香椰 辣椒 然后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中文什么说 但是中国有我都见过 这是有一个香的味道的 一个花 这是一个花 然后自然 黑胡椒 人才放辣椒 干辣椒 每个就是里面都放一样的 好几个还几个辣椒 辣 这个这个我吃过是辣 这个完了以后呢 是有就是特别汤的那个油 你看看 一个把人家放那么多油 油也太多了 不健康 然后现在呢是把这个羊肉 跟洋葱 还有辣椒 有些调料 都每个里面都放大概 两公斤 结果吧 一个杯里面 然后这个放完了以后呢 是上面又放油 就是汤的特别烫的那个油 就是汤的特别烫的那个油 嗯 人家里面都放 我都没见过这么烫的油 先就是上面放的 我们就是上的油放 但是它是打给你热了 然后再放 翻完了以后呢是这些谷都要 就是盖起来 然后再慢慢就要住的时间 大概零五多小时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呢 是当这个做完了以后再吃的呢 嗯 所以下一次有机会再吃 十点多来这里保养车 现在两点半了 还在开队呢 一天的时间 他们也不是不干活呢 他们在干活 也太多了 保养的人太多了 你肯定他们赚得不少了 这个是我们楼家的胶子 你看 胶子上面还有咖喱粉 洋葱 辣椒 嗯 然后它吃的是 风味那边特别的东西吧 对 早吃 嗯